我们今天看见列国要为新冠疫苗的现况与研发来祷告 那么自从在去年的12月 新冠疫苗正式上路了之后 现在已经过了半年的时间了 那么有许多国家是以允许紧急使用的方式来批可 所以其实在整个疫苗的研发过程是非常的快速 那么现在已经有好几个不同的品牌 那么情况如何呢 我们首先来感恩 首先看来第一张PPT感恩 在全球目前为止包含打了第一剂和两剂疫苗的 总共已经超过了十亿剂次了 那么在全民接种疫苗的比例前23名的国家当中 除了塞席尔市确诊病例反而更升高之外 其他是明显的下降 那么以色列是目前为止表现最出色的国家 那么透过疫苗它的新冠死亡率已经减少了98.9% 荣耀归给主 那么右上角是确诊的曲线图 我们可以看到确诊的人数是明显的减少 而且同时也渴望迈向集体免疫 那么另外一个是美国 那么美国目前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打完疫苗 那么目前的确诊率已经从最高峰一天是25万人确诊 一直到昨天是5万人确诊 所以也下降了五分之四 所以感谢主这个疫苗是有用的 那么继续看下面一张 但是这个疫苗因为它是属于紧急使用 它的研发还不是非常的成熟 所以全世界各地都有许多的个案传出 那么最多的就是血栓 那么目前为止全球已经超过300多起是引发了血栓 那么另外还有节肢的中风的死亡的个案频传 那么因为现在全球因为疫苗而有关的死亡数据并不全面 所以我是用香港的资料 香港目前为止已经打了130万剂次 就是包含打一剂跟两剂的 总共是130万剂 那死亡的是25人 那么政府说这些死亡病例 其实到目前为止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是和疫苗有关 所以其实大家对于这个疫苗的了解其实还是很粗浅的 什么样的人会有怎么样的副作用 为什么会过世 为什么会瘫痪 其实到目前为止都还不是非常的清楚 但是其实这一些个案的比例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品牌的疫苗 其实在这个副作用很强的死亡率 大概都是在百万分之一到百万分之五左右 所以其实在整个医学上面是可以接受的 只是因为我们非常的密集在打 而且新闻一直在看 所以感觉到是非常的严重 但是其实是在一个控制的范围内的 好 那我们来看第三张PPT 那么目前为止我们比较细看 比较受争议的就是牛津疫苗 那么牛津疫苗又叫做阿斯利康 也叫做AZ疫苗 这三个名称其实都是同一款的 就是英国的AZ疫苗 它的副作用比较多 那当时也是因为高龄94岁的英国女王 她率先施打了以后 带起了这整个疫苗 但是没有想到在半年之后 现在英国的专家是认为 这一款疫苗是对年轻人比较不利的 是对年轻人比较不利 大家都觉得好像年长者打疫苗比较危险 但是牛津这一款是对年轻人比较不利 所以英国已经建议30岁以下的年轻人 最好不要施打牛津疫苗 所以现在已经有12个国家 包括了英国都已经停止年轻人施打疫苗 那么其中加拿大比较严谨 它是55岁以下都不打这个疫苗 那么丹麦和挪威两个国家是全面禁用 全面禁用这款牛津疫苗 那么大家比较记忆深刻的就是丹麦在做 这个停用记者会的时候有一个女官员 她就是当场90度倒地晕倒的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是我们要更多的祷告 医学上面有更多的突破 那么另外呢 交生也有翻译成强生 这是同一款疫苗 也是遭到丹麦停用 那么美国也停用了这个强生疫苗 一阵子之后呢 现在已经复打了 因为美国认为呢 美国政府认为这个强生疫苗 还是利多于弊 所以就让它复打 所以其实从这边可以看到呢 政府做的每一个决定呢 其实是都很重要的 好 我们来看第四章 那疫苗的效用到底是如何呢 其实很复杂 但是讲两点就好 第一点呢 就是现在疫苗不成熟 再加上这个病毒一直在变种 一直在变异 所以它会影响到疫苗的效用 那么原本的辉瑞呢 是这个有效率最高的 但是也因为这个变种病毒的关系 它已经降到只有91%的防护率了 那么科兴呢 它因为主要打的施打国家 巴西土耳其 这些国家都是变种病毒较多的区域 所以它的效力呢 更是统计到只有降到五六十左右了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全球很多人呢 打了一剂之后就没有再去打第二剂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没有用的 那么为什么不打呢 美国有8% 香港10% 没有去打第二剂 最大的原因呢 是因为它被这个副作用吓到了 打了一剂之后呢 可能昏睡了三天 或者是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它不想去打第二剂了 那么欧洲是因为疫苗供应来不及 所以它延迟了第二剂 所以呢 这些都是影响这个疫苗的效用 所以导致于很多国家 像是新加坡 加拿大 美国 智利等等 都传出已经打了两剂 却还是确诊的情况 更有美国人呢 打了针到夏威夷去旅游 反而又确诊过世了 所以因此在没有群体免疫之前呢 其实大家在跟这个变种病毒在赛跑 但是呢 又对疫苗没有信心 不敢打 所以在这个赛跑的过程中呢 是非常的缓慢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来 我们要一起来为这件事情来祷告 弟兄姐妹们 我们现在好像在跟时间赛跑 面对整个疫情 这么多的扑朔迷离 虽然有疫苗 但是我想我们现在更要为 疫苗来祷告 我们可以看着PPT 我想为了两点来祷告 刚刚在报告的里头 说得很清楚 我们常常会在恐惧的里面 失去正确的判断 以至于我们会做错决定 那我们想第一点 求神来帮助我们 每一个人都能够选择到 最适合的这种的疫苗 而且它是没有副作用的 而且让这每一剂的疫苗 都在我们的人体的里面 发挥它正常的防疫措施跟效应 我们一同开生 先来为第一点来祷告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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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帮助我们都能够选择一个 祝福的疫苗 希望我们帮你提前很多的疫苗 好像产生非常大的作用 以至于在整个疫苗 我成当局 主 好像没有发生的正常处理 而且也送你祂美奉 各位祂美奉 祂美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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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奉 美奉 祂美奉 美奉 我 祝你最適合我們打的 祝我們祝我們這身的國家 好多好多你 但祝我們是完全全世界 祝我們好一個神 現在有很多人很多人用 但仍然都是祝福 當作這個疾病在自己裏面 但是神啊 我們就想知道 是哪一個 哪一個的營業最適合我們的人打的 是祝你求祢在我們裏面 祝你去動工 讓我們去選擇的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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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你將這個平安 賜給我們人類 賜給我們每一個人 如果我們選擇打的時候 我們就有你的平安當中 主啊 你那個平安 你那個那份的 是啊 你那份的 從你而來那份的滿足的平安 放向我們的當中 主啊 我們讚美 我們同來為第二點來祷告 求神能夠掌權在每一個國家 並且將人 剛剛我們所說的這個恐懼 擔心 害怕 憂慮來除去 讓我們對恢復 對再上位掌權的有信心 相信全球免疫 指日可待 哈利路亞 我們一同大大的開口來祷告 我們真的相信 主啊 在上位掌權者 來思考到我們需要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進入這樣的一個關係 就能夠恢復 而且我們就相信全球免疫 它指日可待 我們既然相信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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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憐憫我們 求你賜下耶路撒冷的平安 在每個國家的人民的當中 除去他們的恐懼 擔心和害怕 求你賜智慧 讓每一個研發疫苗的公司 都能夠研發一些 沒有副作用的疫苗 讓每一個人民都帶著信心 去按照政府的呼籲去打疫苗 讓每一個人都能夠在當中裡面 得著那個免疫 讓可以世界都回復正常的運作 我們將所有的人都交託給你耶穌 同主耶穌基督得聖明自其求 Amen Amen 好 我們繼續來看第五章PPT 就是現在其實面對變種病毒 越演越烈 你看像現在印度 甚至菲律賓 馬來西亞 他們的整個確診率都越來越高了 這個就是變種病毒的溫床 所以其實在二代疫苗 還有其他廠牌的疫苗 還沒有這麼快能夠進到人體之前 以現階段來講 其實有一些變異的措施 像是莫德納以及輝瑞 這兩個藥廠都認為 其實可以再打第三劑 再打第三劑 可以有更好的防範 那麼強生的CEO 覺得以後可能每年都要打 每年都要打 因為病毒的變異率快 還有接種率低 所以專家認為初代的疫苗 就是我們現在打的都是第一代的疫苗 有可能在一年內就失效 下一張 但是也還是有好消息傳來 像新加坡現在已經研發出一種 你只要呼一口氣 一分鐘之內就可以知道你是否確診 這是一個很好的消息 那麼以色列和輝瑞 現在都已經研發出口服的新冠疫苗的藥丸 所以可能以後可以不需要打針 用吃的就可以了 那麼同時輝瑞的CEO也宣布在秋天 就是幾個月後 可以批准對於12歲以下兒童的 輝瑞新冠疫苗的接種 其實以色列第一名 61%的接種率 其實他的成人已經打了90%左右了 主要都是孩子 孩子沒有打 所以孩子這一塊也是一個漏洞 現在就是要來補強這一塊 所以在第二代疫苗 還沒有研發出來之前 香港大學也研究出來說混真打 可能那個效果會更好 譬如說你第一劑是打復必泰 那你第二劑可以打科興 這樣的話就是他要刺激你 對於這個病毒的效果 他說可能這樣子 其實也是很安全的 專家說是很安全的 港大說的 港大說這是很安全的 混真接種新冠疫苗 會具有更強的免疫力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來禱告 因為我們的醫學能力範圍是有限的 而且我們在追趕這個變異的速度 是目前有點趕不上 所以只能一直在現有的狀況之下 不停地改良 真是求主給我們智慧 而且在二代的疫苗研發出來之後 可以省去更多的副作用 然後對抗更多的變異的病毒 讓神能夠讓我們真的能夠達到 這個群體免疫 還挪除這個新冠疫情造成的死傷 我們一起來祷告 醫療的智慧真的是有限的 但是我們的神是無限的 阿们 我們相信我們神是無限的 當我們在這裡禱告的時候 我們相信神必將智慧聰明赐給我們 不單只是打針 就像剛剛講的 呼吸一下都知道有沒有疫苗 同樣我們也相信 呼吸一下 那個疫苗就進到我們人體的裡面 就完全恢復了 沒有副作用 我們一同開聲來為第一項來禱告 求主赐下智慧聰明 幫助我們在整個研發的過程當中 更有效率 而且是完全沒有副作用的疫苗 來抵抗這個病毒 我們從開聲來禱告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讚美祝 讚美祝 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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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幫助我們 期待你的聰明 穿越在我們展中 哈利路亞 主啊是的我们需要祢 主啊我们需要祢 主是的我们需要祢 我们的头脑是有限的 但是祢的头脑 祢是无限的 主啊求祢赐下智慧聪明 在整个研发团队的里面 主我们跟不上整个变种 但是我们相信这一切祢都掌权 祢相信祢必定赐下聪明智慧 在整个研发团队的里面 主啊我们知道祢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我们知道祢一定赐下祢的智慧和谋略 让研发的供销能够研发到一些更合适的疫苗 让我们打了疫苗的人都不会有任何副作用 主啊我们盼望祢的恩手在我们的当中带领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安心去打疫苗的疫苗 都是能够令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可以对抗新冠病毒 让这个疫情快快消退 恢复我们社会正常的运作 我们感谢赐美你 哈利亚 主我们感谢赐美你 谢谢你 最后我想邀请现场的弟兄姐妹 我们同站立来为这一点来祷告 这个是我们所期盼的 我们真的要恢复这个好日子 不要再被这个疫情的疫苗所捆绑 主啊我们要开身大大的向神来祷告 我要将我们的热情向神来说 主啊主啊主啊 你要来示范我们 示范我们 主啊你要速度能够开这个新冠情形 新冠疫情我速度离开我们 因为你所有就有灵魅力救力 所以我们大大的开口来向神说 向神说将我们的担忧交给神 将我们的担心恐惧害怕交给神 让神来掌管这一切 恢复恢复恢复现前你美好的日子 你做到了美好的日子 我们开口开口大大的开口来跟神说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赞美主 赞美你 哈利路亚 赞美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勇敢沉离 自宜为祭的呼求 新的心 高踞金牌双手 祝求祢養起祢的烈烈光照 我们演出祢的本心 第一眼跟随祢 祷告弟兄姊妹 我们也来为一样的事情来祷告 就是我们家里有很多的人 他们已经在考虑要不要打这疫苗了 所以我们来为他们祷告 我知道可能当中我们有些人 在线上的你也在考虑要不要打这疫苗 我们求主给我们信心 我们求主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 我们来跟随 无论你是决定要打还是不打 我们都求主给我们健康的身体 能够来适应 当你要决定打疫苗的时候 这疫苗进入到你身体里面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没有任何的危险领导你 因为耶稣成为我们每个人的保护 Amen 那个保卫是要在我们的里面 住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好不好弟兄姊妹 如果你知道你身边有人 他决定要打疫苗了 或者是你知道你决定 你自己要打疫苗了 为着你的健康来祷告 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 让我们这个身体 来适应这个疫苗 我相信主 让我们之前在很奇怪的 就是当疫情开始的时候 我们不停地呼求神给我们有疫苗 给我们有疫苗 当我们有疫苗了 可是我们却在犹豫 我们要不要打 这个是真的 对 修主给我们 真的是赦免我们里面的小幸 让我们相信 这样我们呼求了 神给了 我们就凭信心的踏上去 我们相信神保守我们 Amen 所以我们一起来进入 祷告的里面 第一点 为着每个要打疫苗的人 让他们有健康的身体 适应这个疫苗 在他身体上的作用 一切的副作用 都不能够来到他们身上 让他们的身体能够 有这个的抵抗力 来抵挡一切所有的病毒 第二就是 我们来为我们自己的信心祷告 主 让我们对主有信心 不是对疫苗有信心 是对主有信心Amen 因为这是我们所呼求得来的 我们呼求神给我们疫苗了 神就给了 我们就相信 神要在我们当中 祂要保护我们 Amen 我们三声 哈利路亚 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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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帮助保守每个人 主给他们有健康的身体 适应所有的疫苗 主让他们打了这些疫苗 没有任何的不作用 减少所有的不作用 甚至减少所有的死亡率 是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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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给我们信心相信 主要这是你为我们预备的 我们这种很信心的大伤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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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给我们一个喜乐 而且健康的心里来相信 主啊 当我们在预备好 要打这个疫苗的时候 主啊 必然在我们身体产生正能量 竟然产生正能量 主啊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疫苗 是因为你的智慧而研发出来的 只有你的同在在这当中 主啊 但是我们不迷信这个疫苗 因为我们相信 是你保守我们 是你看顾我们 是你安守拓待我们 是你的掩护 去掀顾着我们 主啊 谢谢你 主啊 我们为这个疫情疫苗 向你献上感恩 主啊 谢谢你 在整个施打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在决定过程当中 都有你的智慧聪明在这其中 更重要的 你看我们每一天都是欢喜快乐的 因为有你在我其中 我并不是动摇啊 主啊 我并不是忧虑 我也不是害怕 Hallelujah 是的 主我们是不忧虑不害怕 我们决定来跟随你 主我们决定来跟随你 当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呼求有疫苗 我们现在疫苗出来了 主我们又决定跟随你 不管是我们 我们相信不管我们决定打那种疫苗 我们都是没事的 我们都是没事的 因为这些疫苗都是你所赐下来的 都是你给研发团队的智慧 主啊我们相信 相信不管我们 选择哪一样 你都看顾保护我们 是 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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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 祢为我 信了道 实在我先祷 祢是万君子 也何谎 祢为我 预备所有 祢是万君子 也何谎 祢为我 信了道 祢为我 信了道 实在我先祷 祢为我 信了道 实在我先祷 祢为我们 信了道水 祢为我们 信了道水 祢给我们信心